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晚上好 我们非常感谢神 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 这个FOG的祷告会 倘若两个星期前 你有跟随着我们 来一起参与这个祷告会 你会知道 前两个星期我有谈到 为什么神不听祷告 其中第一点 神不听我们祷告 乃是因为当我们注重罪孽的时候 我们的心没有与神为恋的时候 注重罪恶的时候 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 那么第二 就是当我们有求 但是为什么得不着呢 雅各司说 我们求的时候乃是忘求 忘求的意思就是 我们围着我们自己求 而不是围着神的国度 神的心意而求 或者神的旨意而求 所以我们看到主导文里面 耶稣教老门徒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又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我们看见神非常 渴望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 也就表示说 神的旨意一定要透过我们的祷告 让天上的工作能够临到我们的当中来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之后 其实不是因为祷告的方式 也不是因为祷告的模式 那或者也不是因为祷告的方法 很多人要神听他的祷告 那我们去学祷告 当然学祷告不是不好 但是更重要的 还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可能去了反而生会 很多人去了祷告山 那弟兄姐妹 请你不要误会我 我的意思不是告诉你 你不可以去反而生会 或者是祷告山 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 上帝其实在做些什么呢 上帝其实就是在塑造我们这个要祷告的人 或者一位祷告的人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看二十四节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取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你们张座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二十六节说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很直接告诉我们 神不听祷告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不饶恕人 所以可见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跟方式模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神所看中的就是这位祷告人的生命 那么到底我们饶不饶恕人跟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饶恕到底是指什么 那么饶恕就是指由如玉的捆绑 或者是饶欲的禁锢中得到释放 弟兄姐妹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释放一个人 当然我们也释放我们自己 所以你发现当一个人不饶恕的时候 他的灵是封闭的 他的灵是枯干的 他的灵是没有办法经历神大人的一个灵 所以神怎么会听我们祷告 即使神听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 饶恕人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段经文说 如果你不饶恕人 我们的天父就不饶恕我们 就表示说神不饶恕我们 也就告诉我们说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为祂做光作业 所以神就没有办法使用我们 以此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办法为神发挥或者是 启发启动这个功能 所以弟兄姐妹 那我们看看一下英文的版本怎么说 25节号说 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犯了罪 所以他自己说 神就不听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犯了罪 所以神怎能会听呢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晚上你要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而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话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好不好这时候牧师跟你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非常感谢你 今天晚上你透过这个信息给我们看到 也了解也听到 当我们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 也就是在你面前是一件罪恶 也就是得罪了你 所以主你就不听我们的祷告 难怪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 主啊我们有求 我们也有进行很多的祷告 但是主我们看到这些祷告就没有活效 所以因此今天晚上 主啊饶恕我 也饶恕过去得罪我的人 也让我愿意去饶恕那些过去得罪我的人 让我不要为了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耿耿一环 从今天开始 主啊让你的爱充满我 让我有你的爱去饶恕这些弟兄姐妹 好让他的生命以及我的生命 也能够领受你的祝福 成为一位有能力的带导勇士 当我们祷告你的国将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你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士气 甚至我们的城市 我们就看到神啊你的大人就大大的彰显在我们当中 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记得当我们想起任何人得罪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饶恕他们 当你饶恕他们的时候 神就听我们的祷告 愿赞地祝福你